大家好,我是一元,欢迎回来万国觉醒 今天的主题是战争来袭,应该怎么办 OK,所以我要给你们知道 如果当有人要攻击你的时候 你的画面会变成红色,然后一闪一闪的 蓝色的话是你的朋友来帮助你 所以你会变蓝色 当敌军来的时候,他就会变红色,一闪一闪的 然后我要给你们知道,有时候会有错误的判断 怎样讲呢,就是当你的兵要去采集一个地方 假如说我要采集这里,我派我的兵过去 我也一样跑去同一个采集点 敌人跑来这个采集点,我也跑去这个采集点 就这样子,如果在他还没有到达之前,我先进入那个采集点的话 我的画面就会变成红色,一闪一闪 就会变成有敌人要攻击我的画面 就像这样子,当敌军来袭,他要攻击你的时候,他就会变成红色 可是如果遇到这样子的情况呢,通常是误会 因为我已经进入了,我先比他,先进入他的采集点 我们同时按采集点 只是他比我早,我的画面就会变成这样子 可是他不会攻击到我,他会反而反弹回去 他就会回家 所以不用那么紧张 有时候你去采集,遇到袭击的时候 不一定是别人来攻击你 也有可能是你们两个刚好按到同一个采集点 他就会变成红色,一闪一闪 OK,万一像刚刚那样,整个画面变红色 一闪一闪的时候,是真的敌人来攻击你 你应该怎么办? 我给你们两个方法 一个是逃跑的部分 一个是攻击的部分 关于逃跑的部分呢 如果你还能跑的话 你就跑 如果你跑不到给他们打的话 死兵,不是死兵,上兵回家 然后马上开招 我们所谓的开招是什么呢 你就会开 开了之后呢 你的建筑物它就会变成一个套 跟它盖着 所以我就给你们看一下 如果我使用的话 我的建筑物它就有一个套可以套着了 可是如果你开了这个套的话 别人攻击不到你 你也不能去攻击别人 万一如果你要攻击别人的话 你的招就会不见 只要你一想到要去攻击别人 你的招就会不见 如果你还能飞撑的话 就飞 可是当你如果开了这个战争狂热的时候 你就没有办法飞 没有办法飞 没有办法开招 只能留在原地 如果是这样子的情况呢 怎么办 就只能 sayonara 帮不到你啦 真的 如果你真的开招 开不到招 又逃跑不到的话 敌人围着你的话 你真的是跑不掉 你只有等死 然后呢 这边关于逃跑 跟守护自己的部分 它还有其他不同的道具可以用 很像这个 一兵 一兵24小时 它是可以让敌军侦察不到 你里面到底有多少病 有多有少 它会给他们错误的信息 还有一个就是反侦察 反侦察我这里没有 我就上边看一下 这个就是反侦察 反侦察的话 敌人 他 搜索 他侦察不到你里面 到底有多少病 侦察不到你的士兵 侦察不到你的建筑物 包括 所以通常攻击的话 你们有联盟 我是建议你们团队合作 看到有敌人攻击 你就马上跟你的盟主 或者官员讲一声 不要自己行动 自己行动的话 只会自己受伤 还有就是我要跟你们讲一声 我有看到一个实况主 他讲 攻击联盟 其他联盟的建筑物 会死病 是因为医院满人的 没有来得及去医疗 所以才会死病 错的 这个是错的 只要你们一攻击 对方的建筑物 都是会死病的 你要怎么看呢 你点这里 你点那个医院 医院你看到那个 右手边有一个十字架 你点进去 这里有个感叹号 你点开 他这里有写一些信息 关于第七个 他就有写 当你主动进攻 其他城市或联盟建筑时 重伤单位就会直接 阵亡 所以他不是受伤 只要你一攻击 别人的建筑物 你都会死 可是如果你打他的 采集病的话 是不会死的 所以这个就是 给你们知道一下 因为很多人误会 哇我打城市 为什么会死 我明明我的医院 是空的 为什么会死 只要你一触碰建筑物 你都会死 死亡数量上限 就算你们要打仗 你们也要注意一下 你们医院 他最多可以容纳多少病 如果你超过那个数目的话 你的病都是会直接死掉 因为我试过很多次 接来进攻的话 或者是他们一个人来进攻的话 你可以开招就开 开不到的话 你就给他们打 你不要反而去攻击他们 为什么 因为他们攻击你建筑物 他们是会死兵的 如果你反而 你一直派你的兵 去攻击他们 就变成你的城市里面 你的兵越来越少 他就没有办法守护 你自己的城市 就变成你的城市 慢慢防御力 越来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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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反而更容易 更轻松去攻击你的城市 所以我不建议 如果有人攻击你的城市的时候 你反而去攻击他们 这样会减低你的城市的守护能力 你要做的事就是 跟你的朋友 跟你的联盟成员讲一声 如果他们有敌人攻击你的建筑物的话 让他们派兵去你的建筑物 一直守着 守到他们 守到他们对方已经没有兵 在攻击你为止 他们那只一直打你的城 他们会死很多 反而会消耗很多 就算他们打到你的城市 你的城市已经着火了 已经没有防护了 他们拿到那个资源 只能一个部队 拿一次资源 他不能一直就轮流 轮流 轮流 一直拿 他只能拿一次而已 一队兵只能拿一次 除非他回家放了那个资源 再回来拿 所以如果他派五个部队的话 他只能抢五次而已 他必须要回家 再回来抢 才可以抢到 所以不会算很大损失 你只是物质着火 跟缺少一点资源 反而他对方 他攻击你的话 他损失更大 因为他又死兵 死了兵 又伤自己的资源 为什么会伤资源呢 因为你还要用资源去医疗你 去重新的练你的兵 练他们自己的兵 又要花时间 又要花资源 这样子其实是很不值得的 所以当人家来进攻你的话 你就给他打 来呀 所以我是给大家知道 你们如果要防御高的话呢 必须要提高你这个警戒塔 警戒塔等级越高越好 不过警戒塔呢 你要升级的话 你必须要有这个剑 抵抗之剑 然后还有你的城门 也要提升 提升到最好 所以我这边是25等 已经完美了 还有就是要练一些 守城的武将咯 那个我会用另外一个 影片来跟大家讲 所以这个就是 关于敌军来袭 应该要做的事情呢 应战或者是防守 给大家知道一下 OK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啦 如果有什么东西 忘记补充的话 你们可以在评论下方留言 我会去看一下的 OK 谢谢大家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